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iPhone 12將出現 TikTok成功賣盤 科技股急反彈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全日恆新指數反彈了137點 收報24,640點 成交不算活躍,1000億也不夠 只有996億 今天港股,可以說是一個小反彈 大科技股方面,彈得比較多些 最主要原因是有兩個 剛剛提到的題目 第一個就是iPhone 12即將出現 什麼時候出現呢? 美國時間9月15日 即明晚會有公佈 刺激到手機設備股上升 另一方面就是 市傳、TikTok、美國業務 成功賣盤 賣了給甲骨文 為什麼都算是一個刺激到的好消息呢? 因為這個虛子落地 本來這件事就卡住卡住 現在好像賣得成的話 似乎有利 整體氣氛都向好 加上其實就是亞洲時段的時候 美股的期貨都反彈得不錯 所以有利帶動港股的形勢轉好些 先看恒申指數這幅走勢圖 近期跌到24,100區 但沒有跌穿 沒有收在旗下 沒有收在旗下的話 就是繼續維持 中線都是黃燈的 沒有轉紅燈 現在似乎有少許轉穩的跡象 轉穩的話 注意 其實這一日 即是9月7日 這一日 有個高位 這個高位是24,908點 即是24,900區 這個位 本來這裡是一個跳空下來的 3日和4日之間跳空下來 有一個小小的Gap 這一日補了Gap之後再下 現在上來的時候 看看可不可以站在249之上 我自己覺得 是有機會站在249之上 就消除了中期的黃燈訊號 所謂消除了中期向淡的訊號 當然還是黃燈 未這麼快可以轉到燈柱 但是 回穩的跡象 如果進一步站在25,000樓上 當然 這是心理關口 不是技術位置 但是 站在25,000心理關口之上 接下來這個禮拜 這樣的話 就進一步解除 即是 中期轉世向淡 因為 下降了一段 反彈 如果你看這些下降 ABC反彈 所謂說 下降了又不穿的話 有機會再反彈上去 什麼時候轉好 當然 這個雙底的話 起碼都要回到8月31日的高位 那個高位是25847 大概25850 有時間 還有一千多點 這個 是慢慢押 慢慢押的 但是 又不要這麼快 看淡它住 什麼時候真的要看淡 都是那句 收在24,100之下 收在24,100之下 就是淡的了 好了 看完恆新指數 講回今天 科技股好 先看 內地科技股指數 即是說深圳創業板指數 今天都想翻成1.4% 收2572 有一點點飲恨 就是差一點點 是什麼差一點點 就是這個收市位2572 和這個前浪底2577 還是低了一點 就是未能夠收回在其上 就好像今天講股 回穩一點 但是又不是說真是很厲害 很正 成交又不是很好 那個彈的幅度又不是很多 還是差一點點 那為什麼會差一點點呢 我覺得就是跟 美股 未正式反彈是有關的 今晚呢 如果美股能夠出現一個 比較好的反彈的局面 那就有機會刺激中港股市 就真的做一個好一點的形勢 扭轉這個弱勢 始終都是要等美國那邊 那有沒有可能呢 美國都有可能的 因為它的氣氛是好一點的 不過 由於美股早前真的升了很多 它出現一個調整 這個調整只是調整了多久呢 現在調整了九月初到現在 真的只有十日八日左右 如果你計算交易日 十個交易日都不夠 那當然 就是還要一些時間去消化 所以大家都要在這裡等的 要耐心一點的 不要說這麼快 可以就 一跌完又再來了 那些未必是這樣的現象 但是是不是很差 不是的 應該有回穩一點的跡象 好了 那今天講股方面呢 其實那個科技股指數呢 都彈高一點的 最主要原因呢 就是因為騰訊 帶領 騰訊 700 大家看這幅圖 上個禮拜 大家講跌下來 可以試一下 博一下 不過記住 之後星期四這樣講 星期五的時候 就說 如果你博的話 就要移高止賺位 就不需要等下面那個 就是用上高這個 那這個就是 如果騰訊這一隻 就繼續499.4 那現在又彈上來 補回這個下跌利口 今天收529.5 那它彈得比較多 是幾隻重磅科技股裡面 比較彈得多的原因 我猜的 未必一定是真的 我猜的 我個人猜的 可能錯的 就是TikTok那裏賣盤成功 那 就是這件事 對騰訊那個 Vchat 美國業務來講 都可以說是一個 正面一點的訊息 那單如果買OK的話 交易到的話 那 騰訊 其實那個Vchat那裏 未必那麼大壓力 或者就算是有些壓力 就是都有方法去解決 就是說 最怕就卡住解決不了 TikTok為什麼解決到呢 那 就因為 它賣的業務 但是就不包那個算法 就是中國政府不給它賣的算法 現在傳聞就是它賣的業務 但是呢 美國的團隊就說 自己去搞 那個新的算法出來 只是賣了那個database 和那個業務 給這個甲骨文 甲骨文大家都知道 都是很厲害的 這家 Oracle 都是一家很厲害的 科技公司 買了之後 他們就自己去組 那 如果是這樣 也就是說 拆得到那個局 那就好 那就一天乾了 對投資者來說更加是 是吧 那 騰訊 亦都有機會 recheck那個局 拆得好 所以它比較彈得高些 那本來一個下跌裂口 上高倒營頂 現在補了那個裂口 真的真的好很多 那當然 上高560這些區域 仍然都是阻力 是吧 不過起碼呢 就 又上回去 又好些了 薄反彈的話 有少少 就是少少賺餐茶 都好啊 是吧 那怎麼樣 如果真的薄 那我 我覺得 你繼續 一係499.4 作為這個 止洩位 一係就 退高些 退高 就是 我不知你哪天搏 或者多少錢搏 如果你問我呢 我就會退高 那個子彈止洩位 這一天的低位 就506左右 那 大概 505 505左右 那就再退高些 如果它再彈高些 又再退高些 那一步步保障 這個短 那麼短 那麼短 現在的形勢 你看看 發想發落 真的好短 你打算長渣的話 其實如果你真的長渣 就不用 理這些位置 當然 你有得去拿著 有得去放 放長線 但於是你就 當然不用聽我 505 499.4 這些廢話 長渣的話 你一路拿著 是吧 騰訊 你說長渣都會害怕 那 沒有辦法 的確它都曾經大大跌過 不是說沒有出現過 不過這樣 如果說增長股裡面 大型增長股裡面 的確它現在是 比較好的一隻 不是唯一 還有一隻 就是這隻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都是好的 阿里巴巴今天沒有反彈那麼多 只有0.8% 就是修268.2% 但是也是一路移動上去 是不是 移動上去 那你仍然都可以用 用這個258.6% 作為這個指示位 較現在大概10元左右 但是 但是 如果你說 我覺得 都不需要這麼低的 移動高一點 可以嗎 可以 又是9月11日這個低位 大概 260左右 今天 移動到260左右 如果 它收起260之下 你就止蝕了 記住 收起 不是跌穿260 intraday 可能不會跌穿的 剛剛騰訊也是 505intraday是可以跌穿的 就是要收起期 一路一路 就是 如果它彈上去 又好像 補到這個裂口的話 你一路都是 一路向上 為什麼 這陣子要向上 因為我覺得 這陣子可能 都反彈一下之後 可能還有機會 還有一次低位買 又是 如果你是長線投資者 又不用理我什麼 25多 26多 這些 這些指贊 指洩 不用理你 你一路長持 短期 哪怕它 怎樣發你 因為 我又覺得 ATMX 長線而言 始終都是好的 短期 有些反覆 又很正常 升了這麼多 我上個禮拜 其實講過很多次 你吃這麼多 都要瘋 瘋一下 這樣很正常 瘋完後 又穩定在那裡 那就再看 另外一隻 其實我覺得都是好的 美團 美團 今天收到244.6% 升0.7% 那樣 就好像今天陰燭 是不是不好 其實不用理 這些 都是一路慢慢的 上去 就是這些 一日陰一日陽 這些 沒什麼所謂的 這些 就是升升下 又有些陰又有些陽 好像這些升上來的時候 都是有陽又有陰的 反覆都是這樣上 就是說 不是說 一見到陰燭 就一定是死的 簡單來說 你仍然都是用 這一天 9月9日低位 227 9月8 sorry 228.4 2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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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跌穿227 就止蝕 如果 更高一點 就用11日低位 11日低位 232.6 不是跌穿 是應該說 收在旗下 就止蝕 或者止蚕 如果不是 收在旗下 就止蝕 繼續看著 慢慢接著 慢慢接著 這些 都是慢慢 反反覆覆 可能上得回去的 小米 也是 下來了之後 又是反彈幾天了 不用9月8日低位的話 你便移到11日低位 22.3 如果收在旗下 就止蝕 止蝕 否則繼續 慢慢接著 慢慢接著 好 ATMX 講完 今天 比ATMX好一點 科技股 有幾隻 剛剛說到 iPhone 12 就出 跟手機設備股 有關係 瑞星今天 升2.5% 但這些 你看到低位 反彈格局 這隻 反彈上來 我自己覺得 阻力可能 在7月20日 雙頂頸線位 那個區域附近 大概五十三個多 五十四塊 這些位置 所以 都是要等它 真的站得上去 之後 才接位 現在來看 都是短炒的 如果你要短炒 這隻的話 就用這個 11日 就是上星期五個低位 44.8 作為止蝕 收在旗下 就要止蝕 否則的話 你就駁它上去 短線來看 如果你說走一轉的話 就想去到這條項線位 那裏 就先獲利 說不獲利 都獲利一半 上去之後 再想想 是不是再買回 信譽光學 就好一點 但同樣 都是受制於 這個雙頂項線 但今天它升成 4.56% 收1.23.7% 兩隻來說 我會選信譽光學 這個 我是經濟日報 都有推薦過 這隻股份 現在它上升 1.23.7% 似乎是一個小雙頂項線之上 但亦都是一個雙頂項線之下 即是未完全好得回 不過 我自己傾向它會較為好些 如果你擔心的 去到接近項線位 大概1.28% 這些水平 可以先行莫利回套 如果你說沒有利 那很少 那走不走就好 如果再坐一回 等幾天 譬如說 要在今個禮拜之內 就衝到1.30之上 站在其上 這樣才好 否則的話 先行莫利 這隻股份 有機會 做回原底也好 小雙底也好 上去 我兩隻來講 我自己比較傾向 信譽光學 它也公佈了那些手機 鏡頭的出貨量 都是比較好的 整體而言 今天來看 有兩個新聞 第一個是iPhone 12 在9月15日 美國時間會宣佈 所以有利的手機設備股 另外一個就是TikTok 賣盤 市傳成功 這個也有利 騰訊為首 帶動一些科技股 今天反彈 如果今晚美股的科技股 做反彈好一點 明天港股回來 都應該還可以延續 今天反彈的趨勢 好了 時間到此 多謝大家收看